水州大臣阿密鲁丁响应首相安华的立场 直言再度允许提领公积金是一种民粹措施 对政府或人民都没有利益 因为它会造成人民依赖政府 他认为前两任首相 也就是慕尤丁和伊斯迈 允许公积金会员在疫情下 特别提领公积金的应急做法 并没有经过周详考虑 最终导致人民失望 阿密鲁丁说 这个政策没有考虑开发国内的人力资本 最终只能短暂解决问题 这种民粹措施最终会引发人民对政府的依赖 而依赖会带来短期的失望 安华早前指出 与其允许会员提领公积金 政府最好寻找别的方法帮助人民 不过土著团结党宣传主任旺塞夫则批评安华 无法照顾人民福祉 太阳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